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罕布什爾州共和黨初選 1月10號舉行 前馬薩諸塞州州長羅姆尼 大獲全勝 羅姆尼1月3號 已經贏得了愛奧華州 他接下來的挑戰 是1月21號南卡羅萊納州的初選 这个立場保守的南方州 对羅姆尼将是严峻的挑战 前中華大使洪博培 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初選中 得到第三名 他也将参加南卡羅萊納州的初選 一般认为 如果羅姆尼能在南卡羅萊納州获胜 接著在1月31號 赢得佛羅里達州 他最终将能代表共和党 挑戰总统奥巴马 就是这个画面 引起了一场风波 四名美军陆战队员 对着塔利班武装分子的尸体小便 美国调查人员 已经确认这四人的身份 并且讯问了其中两人 阿范总统卡尔扎伊 也对此表达严正抗议 美国国务卿科林顿和国防部长 帕内塔也予以谴责 美军驻阿富汗副指挥官 1月13号下令 美军对伊拉克武装分子和平民的尸体 表达适当的尊敬 美国希望这段录像 不要破坏目前美国和塔利班 即将展开的对话 美国希望借由对话 加强稳定阿富汗局势 美军将在2014年 完全从阿富汗撤军 中国异议作家于杰举家离开中国 于1月11号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于杰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 是政府长期以来的骚扰 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前 于杰就遭到了绑架和殴打 去年他还多次遭到拘留 期间被毒打 此外他还被限制会见朋友和写作 于杰计划在海外居住几年 期间他要撰写关于刘晓波和胡锦涛的书 于杰签署了08宪章 2010年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 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北京 于杰也是基督徒 2006年美国当时的总统乔治·W.布什 曾经在白宫接见了他和其他中国人权活动人士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1月13日宣布 美国将着手与缅甸商讨互派大使的安排 这是美国自从1988年以来 首次安排派驻缅甸的大使 克林顿说这是由于缅甸政府一连串民主改革的具体行动 包括在1月13日释放数百名政治犯 在此之前 缅甸政府与克伦族达成停火协议 并且放松对媒体和公民社会的管制 克林顿称缅甸政府1月13日释放政治犯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总共有651名政治犯在这一天获释 这也是缅甸历史上释放最多政治犯的一次 这显然是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放松对缅甸的经济制裁 《女女野兽3D版》定于1月13日上映 这部经典卡通第一次登上大荧幕 是在1990年 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 20年后 美女贝尔 善良的野兽 还有逗趣的茶具 结合新科技再度与观众见面 不仅为年轻的一代 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觉效果 也让曾经在20年前 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 重温儿时的温馨回忆 感谢同您的观众 感谢同你 感谢同 Michelle 感谢同 sehen 感谢同您的观众 散播放